第三个问题 他说服从领导的安排 做假账 或领导同流合污 将来在意 非法得来的钱 用于大众福利私益 这样被不被因苦 会不会因为犯法而进监狱 这个事情 看你自己的发现 我们尽头中 第六代祖司 永明严寿大使 他就做过示范 他在美出家之前 是个小公务员 管出纳的 在财政机关里面工作 管出纳 他就盗用 公家的钱 拿去干什么 拿去放生 以后这个事情被发现 发现之后 这个法官 也很同情他 为什么呢 他没有拿这个钱去享受 他拿去放生 所以把这个事情就上报 报到皇帝那里去了 皇帝看着说 也很好笑 按到国家法律的时候 那是杀到我死刑 所以皇帝就祝福 判死刑 祝福建展官 就是祝福这个执行的 这个官员 在法场上 执行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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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头的时候 看他有没有恐怖 如果有恐怖呢 就把他杀掉 就算了 如果他没有恐怖啊 带回来 我要见他 结果他临上法场 他一点恐怖都没有 见证官问他 你怎么不害怕 哎呀 我这一条命 换了千千万万的命 值得了 那这个建展官 把这个事情报告皇帝 皇帝就着急 他就跟皇帝讲福法 皇帝就问他 你有什么愿望 他希望出家 皇帝就说 你出家 我护房 啊 永年引寿到死 啊 真正是为众生 没有想到自己生死 啊 自己判刑 做监狱 是这个 这个 这个是 是个死刑 也不在乎 那么这个故事 可以值得 你去参考 好 是 是 是 的